DHA也是魚裡面就有 對 那需要額外 其實DHA這個是一個很好玩的議題 就是DHA本來人是可以製造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以前的人吃很多的種子類 比如說紅豆、綠豆、蔬菜類 這些吃進來的東西 它就可以轉換成我們需要的油脂 再轉化成DHA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怎麼樣 吃植物的東西太少了 就會變成DHA就變成好像很厲害 再來比如說孩子再長大一點 他吃了很多造成發炎的一些油 比如說洋芋片、餅乾、零食 這些東西反而會讓怎麼樣 你的體內因為發炎了 所以你需要DHA來降發炎 可是你又吃不夠 所以才變成DHA感覺要用補進來的 就是根本不是補不補的問題 而是你根本沒有吃的問題 那孩子是不是挑食的問題 所以他根本沒有吃到任何DHA含量的食物 所以這要先把飲食的東西先找出來 再來決定要不要補 而不是說沒有關係我就先補 因為孩子的飲食不是只有這個階段 因為他要長到變大人 那如果你現在就給他補 他可能從小就會覺得 我不用再吃別的東西了 我只要一顆膠囊就代表我需要的東西了 這樣子